多倫多東區最近發生多宗的爆竊案 多間商鋪被盜去物品 多倫多警方表示 正是為小商戶提供協助 一本文件報導 其中在Jarrett Street East 一晚發生兩宗同類事件 這間咖啡和服裝店 在4月27日星期六遭到入室盜舌 而反摘碎店鋪前門的玻璃 並偷了一些衣服 然後在同一個週末 位於Queen Street East的East Side餐廳 疑犯更是躲在餐廳的地下室 直至到工作人員回家 然後闖入了保險箱 調查人員仍然在尋找疑犯 多倫多警方證實 全市入室盜舌事件大幅增加 今年至今為止增加了16.6% 2023年的入室盜舌事件 亦都比2022年增加了25% 對此警方表示擔憂 並正是為小商戶提供協助 比他們的商店更加安全